第八百四十九集 厚燕的宅宾自恃有功傲慢无忌 邀官求赏坦德无厌 又因为夜城久违不下 私下里怀有背叛之心 太子慕容宝请求除掉他 厚燕王慕容锤说 河南的盟室不能背弃 如果他要发难 罪过出于宅宾 如今事情尚未发生而杀掉他 人们一定会说 我记恨害怕他的功劳和才能 我正在收罗招揽英雄豪杰 以使大业昌盛 不能向人们表现出狭隘 因为这样会丧失天下人的期望 假如他怀有阴谋 我用智谋来防范他 他也是无所作为的 范阳王慕容德 陈流王慕容哨 跳起大将军慕容农都说 宅宾兄弟鞠躬自傲 一定会成为国家的祸患 慕容锤说 傲慢必然导致迅速失败 怎么能成为祸患呢 他立有大功 应该听凭他自取灭亡 慕容锤对宅宾的礼遇 越发优厚 宅宾暗示丁灵人 及自己的同党 请求让他出任上书令 慕容锤说 凭借着宅王的功劳 应该位居宰相 只是目前官署尚未建立 所以此官无法迅速设置 宅宾感到非常愤怒 暗地里与前秦长岳公 扶批互通计谋 让丁灵人开掘 输引脏水的堤防 把水放走 事情泄露 慕容锤杀掉了宅宾 及他的弟弟宅坛宅敏 其他的人全都赦免了 宅宾哥哥的儿子宅真 趁夜带领军营里的兵重 向北走逃往邯郸 途中又掉头 开向后烟围攻夜城的包围圈 想和夫批形成内外呼应的局势 太子慕容宝与官军大将军慕容龙 打败了他们 宅真又掉头逃向邯郸 太元王慕容凯 陈流王慕容少 向慕容锤禁言说 丁灵人并非胸怀大志 只是因为过分地宠戴了他们 所以才背叛作乱罢了 如今若要迅速消灭他们 他们就会聚集起来成为贼寇 如果暂时不理睬他们 他们就会自我离散 等到离散以后再攻打他们 功务不可 慕容谁听从了这意见 秋辰王伯纯出境困窘危急 给快狐送去优厚的礼物 以此来求取救援 快狐王派他的弟弟纳龙侯将奎 率领二十多万骑兵 同时带领温宿 卫须等各国军队 供给七十多万人前去救援求辞 千亲吕光和他们在城西交战 把他们打败了 博纯出逃 三十多国的王侯投降 吕光进入秋辞人的城内 城里如同长安的都市 攻势非常华丽 吕光抚慰安宁西域地区 威势与恩德十分明显 远方的那些前代未能臣服的各个国家 全都前来归附了 并献上汉朝时赐给他们的福洁凭证 吕光全都尽上表奏章 请求为他们更换 立博纯的弟弟博振为秋辞王 八月 翟珍从邯郸北逃 后燕王慕容锤 派太原王慕容凯 票其大将军慕容农 率领骑兵追击他 到下意时追了上去 慕容凯想和他交战 慕容龙说 士兵感到饥饿疲倦 而且在敌人的军营中 看不见身强力壮的成年人 恐怕在其他地方有埋伏吧 慕容凯没有听从 进军交战 后燕的军队大败 翟山向北开抚中山 驻扎在成营 夜城中饲料粮食全都耗尽 只能砍下松树枝去喂马 后燕王慕容锤对众将领说 扶批是世穷历劫的抵扣 一定没有投降的道理 我们不如退驻新城 为扶批让开西返的道路 以此来感谢昔日秦王的恩情 而且这样也可以作为 讨伐宅真的基层 十五日那天夜晚 慕容锤解除了对夜城的包围 开赴新城 派慕容农带兵巡行清河平原 监督征收田租赋税 慕容农明确地公布了条令 适当地分配贫富之间的任务 军纪严明无所侵扰 因此交纳粮食不匹的人 络绎不绝 军队的给养丰富充足 二十七日 东晋南昌文木宫痴去世 东晋太保谢安进上奏章 请求乘服侍失败之机 开拓中原地区 任命徐衍二周刺使谢玄为前锋都督 率领豫周刺使环石前 讨伐前秦 谢玄抵达下批 前秦徐周刺使赵迁放弃彭城逃走 谢玄进军占据了彭城 前秦王福坚听说吕光平定了西域 任命吕光为都督御门以西诸军事西域校尉 因为道路被阻绝 任命无法通达 前秦幽周刺使王勇向震威将军刘库仁求救 刘库仁派他妻子的哥哥公孙锡率领三千骑兵前去救援 在济西大败平归的军队 城胜长驱直入 进军占据了唐城 9月 谢玄让彭城内使刘劳之 攻打前秦掩州刺使张崇 11日 张崇放弃了眷城 投奔厚焉 刘劳之占据了眷城 河南城邑村堡里的人全都前来归附东晋 东晋太保谢安尚书 请求亲自出征北伐 朝廷让谢安担任都督 杨江等十五州都军事 并授予他黄月 慕容冲进军逼近长安 前秦王福坚登上城楼观望 然后感叹地说 这些敌鲁是从哪里出来的呢 接着大声责备慕容冲说 你小子何苦来送死啊 慕容冲说 我厌倦了我的困苦 想捉拿你来代替 慕容冲小的时候 很得福坚的宠爱 福坚派使者戴着锦袍 宣称是皇帝诏令送给慕容冲的 慕容冲则派詹士宣称皇太帝 他回答说 我如今的志向在于夺取天下 怎么可能看得上一件 锦袍这样的小恩小惠呢 假如能够知天命 君主臣下就应该停止抵抗 及早把皇帝慕容送来 自然就可以宽恕服侍 以愁过去的好处 福坚勃然大怒 说 我没有听从王猛 杨平公 芙蓉的话 所以使得鲜卑白鲁 胆敢放肆到这种地步 冬季十月初一 出现日食 十五日 东晋实行大赦 谢玄派伊宁太守高速 攻打前秦青州刺士福朗 军队抵达狼牙 福朗前来投降 福朗是福坚的侄子 翟真在成盈与公孙熙送场首尾相应 长岳公福坯派宦官冗丛芳叶 清河人光作带领数百兵重奔赴中山 与翟真相勾结 又派杨平太守绍兴带领数千骑兵 招纳汇集冀州过去的郡县 与光作约定在湘国会合 这时后燕的军队疲惫 而前秦的威势又重新振作 冀州的郡县全都观望成败 赵郡仁 赵素等在百乡起兵 以响应绍兴 后燕王慕容锤派官军大将军慕容龙 龙襄将军张崇带领兵重迎击绍兴 命令票弃大将军慕容龙 带领军队从清河出发与他们会合 慕容龙与绍兴在湘国交战 绍兴的军队大败 绍兴逃到了广俄 遇上了慕容龙 抓获了他 光作听说以后 沿着西山逃回叶城 慕容龙于是就攻击赵素等人 把他们全都打败 冀州的军县又归顺了后燕 刘阔人听说 公孙锡已经打败了平规的军队 向大举出兵 以救援长岳功扶批 他出动了燕门上古代军的军队 驻扎在凡 前燕太子太保 慕于居的儿子 慕于文 灵灵宫 慕于前的儿子 慕于长 这时在刘库人处 他们知道三军的队伍 不愿意远征 因此就反叛作乱 趁夜攻打刘库人 然后把他杀掉 偷了他的骏马之后 逃奔到后燕 公孙锡的兵重 听到叛乱的消息后 自我溃散 公孙锡投奔宅真 刘库人的弟弟刘头隽 代替刘库人 统领不重 20 band 2 1 1 2 1 1 1 感谢观看